金光灿灿 这是个路德维格的军蛊 你知道路德维格的型号 其实在网站还并不算很齐全 它有很多类似于那种隐藏菜单的东西 这就是其中一个 这也是群里一位大爷买的 无敌富贵金玲珑 他买了以后来说先寄给我 让我帮他调调音 我这成煌成孔 弄副新蛊帮 别给人家弄脏了 那么第一步 你拿到这个军蛊以后 你应该做什么呢 十有八九 应该重新安装响玄 这个响玄无论他寄过来的时候 是合适的还是不合适的 我都建议您各位 重新自己安装一下 这玩意儿不费劲 那我们先把这边 给它松开 不用给它拧下来 没必要 这边也给它松开 两边都给它扭松 都不需要扭下来 完成以后你拿手瞪一下 好 差不多聚中就行 先给它调正中 然后我们收过了 这上弦器的部分 你给它先打开 然后把这个扭松 这是松 反过来看 这是松 扭松 扭到一个很松的程度 有的这个上弦器 是有个线位器的 就是你扭到最松 它又扭不动了 有的会扭了松出来 松出来也别怕 再怼回去就完了 扭到一个比较松的位置 然后把它合上 合上非常关键 我建议很多大爷不合上 合上以后 再次调整一下 松紧的位置 先紧住一边 不要死紧 先把这边紧起来 这最好有两个人 一个人只能这样 先大概紧起来 不需要紧特别大劲 这边稍微使点劲 拿手瞪住 不要瞪得太紧 不要瞪太紧 这个就瞪起来一点 然后也是一样 不要紧到很紧 因为这边你要拿手扶着紧 吃上一点劲以后 拿手扶住 一定要拿手扶住 再吃劲 不然很容易把这个弄坏 好 这就装完了 这边再给它紧起来一点 完成 就可以开始调底皮了 还是一样 这个千万不要这样 一下处进去 就处搭在这个边上就行 非常重要 这两个偏高一点 这三个偏低一点 再来 这个底皮啊 可以说是调音里面最麻烦的 我老引用那黄 那叫黄什么的一首歌 相爱没有那么容易 每个人有他的脾气 这军骨也一样 每个军骨的底皮 都有非常合适 它的松紧程度 你调到那个程度了 这个军骨会爆发出很漂亮的声音 你调不到那个程度 反正这个军骨就总是差点劲 基本上平 基本上平了以后 我们还是要再紧 紧小半圈 好 底皮就算完事 底皮完事以后 咱们就来面皮 听起来吧 这个是紧的 那么只要这个是紧的 这个一定是紧 我们检验一下 所以这一段是高的 这三个是矮的 不怕 我们先把这三个矮的 稍微提起来一丁一点 这个是最高的 先别动它 把这个次高的 拧起来一点点 现在明显这两个高的多 对吧 验证一下都没问题 那我们就稍微松一点 这两个 你也别一个劲 死个堂呢 就是朝死来弄 没那个必要 这个还高着 还高着呢 就再紧这三个 这玩意儿就是什么 我老看那个英雄联盟的设计师 面多了加水 水多了加面 就这个意思 没什么高着 机长听的时候 捂着下面 这就平了 这个空的腔体的这个声音 就已经非常非常棒了 大家可以听 剩下就是响弦了 我们现在先把响弦关起来听听 完全没有响弦的声音 就说明你响弦太松了 慢慢停 没有 没有 有一点了 但是很松 慢慢就来了 已经来着点了 那么到来的这个程度了 我们就可以慢慢的调整了 我们先给它松回去听听啊 这就没有了 对吧 这就完全没有了 慢慢来啊 它这个上面是带档位的 一格一格的 我们三格三格的来 大家可以听听这个变化 现在是没有的 对吧 刚刚有一根两根的 一二三 这个根数就多起来 你敲的时候轻轻的敲啊 对吧 这根数就多起来了 再来 一二三 哎 是吧 所以有的时候 如果大家很大力度的 去调 你可能很快就错过这个声音了 这个轻轻的打的挺好听 但实际打中了不好听 大家可以听一听 打中的声音 打中还是太松了 但不怕 我们再来 还是三格三格来 哎 它就来了 来了一点劲了 还是稍微的偏松 再来三格 这个其实我个人用 这就觉得很好 但其实大部分朋友 都还是觉得有点松 我们稍微再紧一点点 再来 我们给它紧过了为止 你听听 一二三 再来三格 这个轻打就已经听出来比较紧了 听得出来吗 又来了三格 这个轻打就听起来 往紧那个方向上偏了 这就是正常使用 您可以使用的一个均鼓响弦的松紧度 就算是一个中 我们再往上进 我们再往上进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听到皮的声音了 皮和弦的声音就开始显著的分开 皮的声音开始长多了 听得出来吧 好 再来 看 皮的声音显著 并且你会感觉到这个腔体也在不断的缩小 不像是很深的一个腔体了 再来 这就很明显了 这皮和弦就彻底分离了 听得出来吗 再来 皮就已经分离得很厉害了 皮的声音上来了 弦的声音在显著的变小 这个时候你打起来 这个整体的声音就往上走 就没有什么鼓腔的共振 鼓腔的共振在变少 我们引到一个比较极端的 你看 这基本上 弦的声音就不怎么有了 妈的这个鼓太好了 就是好的鼓都有这个特性 就是你弦入到很紧的情况下 它的这个重击之来 腔体的声音还是会有 但我必须说 大部分朋友的鼓 假如你的响弦拉到这个程度 这个枪体声已经绝不会有这么好的共振 这个是特例 我们现在还是把这个响弦恢复到正常的 就是正常的 假如这个时候 您觉得响弦有点哗啦哗啦哗啦 最后有那几根声音 不好弄 怎么办呢 其实有很多解决方案 第一个方案就是贴点东西 稍微贴一点东西 它立刻就能有这个效果 大家可以听 对吧 你随便贴一点东西 它就有效果 那你说我不想贴东西 可以 把底皮稍微紧起来一丁一点 别紧太多 紧个八分之一圈 你手上有竖啊 你如果没竖 你尽量少整 就是每次紧一小点 然后试听一下再来整 我来手上有竖 我就依次整到位 我们来听一下 看到吗 明显 它就会变短一点 然后这个时候呢 弦显它稍微松了一点点 你把弦稍微紧起来 一到两个挡 要是我自己用来 我调成这样 我就非常非常满意了 那给我这个朋友调来 我给大家调 都会调的稍微紧一点点 因为我知道并不是每一个人 都喜欢我这种 非常松弛的声音 我们给它紧起来一点点 我这个紧的就算非常多了 我实在是说 这个您要是手上没竖 您就别像我这样紧那么多 这个时候弦肯定松了 大家可以听 听一下吗 弦是多的 这段松 这也比较明显 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弦稍微再紧起来 叮叮点 路的推格 你别说 就是在金属古筒这一块 这有独到的东西 这是个黄铜的 一看都看得出来 是黄铜本色的 422吧 型号是 大金玲珑 其实这是个小金玲珑 要真算大金玲珑 上面就真有一个大菱形了 那个 不过话说过来 那一般人真是有点买不动 这个就已经够意思了 要是个人玩 这个已经 已经踏尖了 已经非常非常够意思了 好吧 那么我们也借这个朋友的光 给大家看看这个 大金玲珑 好吧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期再会 Peace